HELLO 大家好,我是豪本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South Brisbane 也就是我們名字班的青春港 群街名字叫做Fishland 裡面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咖啡店 有很多一些酒吧 可以看到Fishland它從我們現在的Green Street 一直可以延伸到最下面的Politia Street 跟我一起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South Brisbane 就用我們的小姐姐Lucy HELLO 大家好 還有,頭很大的你的投資顧問MIL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就從VCNN開始 VCNN的話就用我們的小姐姐Lucy跟大家介紹 現在我們所處的地方就是Fishline Fishline其實是貫穿South Brisbane的一條主要的餐品文化店 它其實主要是爸爸女士國會 所以那時候呢,還是會比較多的豆大飯 那後來呢,也是因為06年 它呢,為正品之間的就是解剖計劃 所以能吃過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呢,也更新叫我們大家來參觀一下我們的Fishline 人家是一個小小的馬丹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藝術人畫在這裏 而且呢,包括這邊的一個咖啡文化之外呢 最主要的就是,整一條街的兩邊都會有很多藝術家在這做一些非常有創意的一些藝術人家 身后这一个 它其实只是一个大轮的 银身口的铺口 但是呢 就从最好的有艺术感 一日之际在于晨了 对于澳洲人来说呢 每天早上上班路上买一杯咖啡 绝对没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在南岸呢 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小校文化和文艺的咖啡情怀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 就是非常有意义 做代表性的一个好飞心爱 一个角角路都充裕着非常浓郁的这个艺术气息 比如说这边转角的这家小的咖啡店 那它呢其实是一个旧楼改造 非常适合的拍照 也是我们布里斯班的一个网红打卡店 我发现Fishline的这个文化真的是日益更新了 每天都会不一样 这一面桥的涂牙也是我今天才刚刚发现的 真的是非常有可色 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 这是我们Fishline的名站 因为Southline的这边的话 所有中低的一些教育文化机缘 集中在这边 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学生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留学中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个Fishline名站 它其实包括了很大颜色 其中就有Up Gallery 我们的现代艺术馆 然后Z Library 我们重新的科书馆 在瑞瑞 Gallery 我们的文化 现代艺术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这里是我们总理高中 C-Hack的学区 那这里的很多的学生呢 都会选择放学以后到这边来 因为这个名站里面 除了一些艺术馆以外呢 还有科技啊 各方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学生放学以后到这边来 不论是参观 还是做一些手工艺术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South Brisbane的一大特色 就是这边将近两公里的 沿河宾站道的话呢 是所有公共设施 是连接在一起的 中间就会有非常多的网红打卡点 现在公共设施都没有花点的 还好就是他们的设计是玻璃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玻璃 来参观 云看一下这边的展览 现在展览的就是一些恐龙化石啊 这一块地方应该是 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在这里可以跟一些 科技人都会有恐龙的 这些小朋友都会动 现在我们面对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布里斯班的 CBD中央商务区了 那从维多利亚大桥 跨河过来的话 只要五十分钟 就能到我们的South Bunch站了 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博物馆 右手边是我们的QPAC 表演会展中心 所以呢 这边的Cascio Center Bus Station 公交车站 是我们布里斯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枢纽 这是我们的QPAC 表演中心的前方的草原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布里斯班 南岸中原的这个新的活动中心了 南岸多月的这个多月 为什么是我们的教育文化的行为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成功的这种草原 到一年基本每个月都会有 大大小小的准备 要是这种 从比如说我们六月的这个 迷你黑啤酒节 那后来的我们就是 大洲人的火弹节 美食节 还有我们九月份的 布里斯班烟花节 所有的草原 都是在我们布里斯班里 在我们这里 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 我们也为我们做布里斯班 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节目 这个后的就是 我们的布里斯班和 德团的就是布里斯班CBD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八月八九月份的 调整的就是我们现在 在CBD 解决了 这很大的一个市政部 它喊的黄树码 黄树码 德计划的话 我们的战地将近CBD的 十分之一的月子 差不多是12个月 我长得很大 大概是七年的时间 我们的2020年左右 就是第一阶段 正式的可以成为开放 类似于新加坡锦沙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的黄化 牛肠 叫五个的国家 的国家 因为也是我们的 我们的四班 我们将要打击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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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马头只要起来了以后 将会彻底改变过一遍的一个陷阶线 刚才我们的小几点 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South Brisbane 那边河岸的情况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South Brisbane这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澳大利亚的 无一无二的 它跟悉尼的达尼哈尔 还有就是像尼尼的Dockland 也完全也不一样 因为它的功能性 还有它的景色 包括它的人文 历史各方面呢 将会更加更加的影响 而且它的改变呢 将会更加更加的巨大 50年20年7号 然后我们再次回到South Brisbane 这里呢 比如说呢 就可能是 普里斯班最贵的地方 我们现在整个South Brisbane的价格 其实也就是在 2房 60万到100万 3房 90万到200万 3房 300万 400万 但这样的价格 其实在整个澳大利亚 其实已经算非常便宜了 在市里一个Morban 要两倍三倍的价格 而今天在South Brisbane 你可以买到几十万的房 再过几年再回来看 再过几年再回来看 可能大家就要花到更贵的一个价格 我们先后的就是 Gristian Cristian 皇后码头 South Brisbane 这个位置 在South Brisbane 这个最核心的位置的一个 South办的一个河岸公园的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刚才从那边的博物馆移入 沿着河边 非常惬意的 就是阳光走过来 然后我们先后的这个Morban 就是整个中央商务区 未来最重中之重的地方 也是整个澳大利亚的152 从来没有过历史上第一次 这么大的一个 商务 旅游 参与 就业 唯一体的一个增值性的大厦 如何起序 然后呢 我身后的这一番书 可以看到这个 最核心上 在South Brisbane 我们这个 有的自然 最发达的这个位置 那 到时候 就会在我们身后的这个 摩天轮的这个位置 那 你可以看到 这个 飞和克尔的定位 就是会给我们 认为它是 它的图形 Maskin Bridge 一步 通到 背面的 高托马区 它是将整个 很有趣的 新鲜的 未来的 现代化 就是 这也是我们 Wispin 作为一条 河流 River City 河流程式 做独一 无二的 无仅有 和大厦 一个新鲜的一个利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远处里面 和到 你喜欢的那些 操作品牌 而那个呢 就是 一条的 另外一条的 一个起点 就是平时的 我们的那个 皇后码头 最新鲜的 东西 就是我们 就变成这个 啊 我变成这个 就是 一年不多 以后 这整个 包括了一个 皇后码头的 一些特性 都会 逐步逐步的开放 使用 那等到那个时候 等大家再来 Wispin的时候 就不会再 远走的 好山好水 好无聊 而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好山好水 时间好够 大家会看到 今天是周二 天气呢 非常的 不行 呃在 沿河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人 骑着走车啊 或者跟朋友一起 在这边散步 看看风景 现在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布里斯班 换成帝轮的一个站口 那未来的话 这个站程也会改建 这里将会成为 我们连接 皇后码头 跟南岸公园 公园区 是一些娱乐区的一段 文件床 国际一线城市 往往都有 自己著名的河流 塞纳河 至于巴黎 泰晤士河至于伦敦 哈德逊 至于纽约 和我们江至于上海 这些流氓 几何世纪的河流 不仅是大都市的 顶级自然资源 也是我们奔走相告的 马卡圣地 那作为澳大利亚 行星国际都市的 布里斯班 也拥有了这份 属于这座城市的大自然 馈赠 从今天的布里斯班 河畔 在环顾四周 和两岸截然不同的气质 黑 会很海鲜地 同时映射在你的 视觉神经上 一边是中央商务区的 惊魂一撇 一边是对人文历史情怀的 满满敬意